深圳大学对战三东卢能战队 央视频道全程直播这场决赛 所以以上呢 一对三将会采用田击赛马的方式 有望呢 仿超 陈梦 瓦曼玉 跟陈兴同 去冲击拿到冠军 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并点一下收藏推荐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整场比拼了 首先呢 央视CCTV谱体育频道呢 将会全程直播 12号早上的11点呢 那么这场比赛 大家不用错过 深圳大学跟三东卢能战队 本次的拼超联赛呢 小组赛当中 他们已经交手过一次的 但是 深大的这边呢 一比三一汉输给了三东卢能战队 然后呢 到了决赛当中啊 深大的这边 以顺杀为标准 以顺杀为核心主力 将会做出第二次的更改 因为呢 有了第一次的比赛 失利 有了前车之线之后 那么 本次的比赛 深大的这边呢 变得更加的灵活 而且 接下来啊 采用了这种分层的对决 非常有机会 去击败三东卢能战队 拿到最终比赛的胜利了 到底要怎么去打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 三东卢能战队呢 最出色的 有三大冠军主力 而且这三大主力啊 基本上都拿过世界冠军 分别是王万玉 以及呢 在世界杯 以及东京赛场当中 都获得女当冠军的陈梦 另外呢 还包括了 打法非常灵活 而且呢 身法以及步法呢 都非常出色的陈信统 三大世界冠军呢 还对战 升大的这边 最出色的是 水影沙 那么水影沙呢 可以说一个人去对战 上东卢能战队这边呢 三个人 一对三到底怎么去打赢呢 谈到这里呢 是不是 有点绝望了 也就是杀杀去赌贯啊 基本上 可能性很小了 而事实 并非如此 因为呢 水影沙的这边 除了他个人以外 另外还有两大队友 还可以帮上忙了 包括了 顾玉婷 也包括了 何卓家 这一位呢 原本就是作为 水影沙的队友了 那么顾玉婷跟何卓家 这两名选手呢 其中尤其是何卓家 他还是有一手的 那么在女子双打 和女子当打的分配当中 我们大致呢 可以推测出 这一次的安排 会相当的明智 相当的 具有一定的参考性的 首先呢 在女子双打比赛 上东卢能战队呢 肯定会派出最强的二人组 由陈梦搭档上陈兴桐 而另外呢 对上深圳大学的这边 其实 深大 无论派出哪两位选手 大概率还是会输球 所以呢 还是会派上 以往的双人组 顾玉婷跟何卓家 那么顾玉婷跟何卓家 去对上陈梦和陈兴桐的这边呢 其实按照总体实例来看 大概率呢 也会输掉 所以说呢 这一场女双比赛 那么其实深大的这边呢 基本上相当于放弃这一分 那么女双比赛 丢到了一分 一上来的女子当打比赛 顺莎就必须要赢球 所以呢 顺莎将会作为第一女当 那么 作为三东卢能战队 第一女当选手呢 也会大概率给到王曼玉 王曼玉对战顺莎这一场比赛 虽然说在过往的比赛当中 王曼玉他最近的比赛状态要更加的精彩 但是 大家不能忽略了 本次呢 在拼招联赛 积分最高 胜率最高的是顺莎 所以顺莎再次对战王曼玉 他赢球的机会很大 按照现在的状态发挥来看 莎莎在第一女当对战王曼玉 很有可能获得这一分 那么给到第二个女当呢 上东卢能战队大概率会派出陈梦 而陈梦他去对战胜大的这一边呢 胜大很可能会派出合作家 合作家这名选手啊 他本次呢将会做出一定调整 那么 加加他的打法呢 来对战现在状态相对低迷的陈梦 也很有可能将会取胜的 到了第三女当呢 顺莎他作为胜大的核心选手 将会再次出战 让莎莎去对战 上东卢能战队的陈姓童 顺莎呢去面对陈姓童 也将会继续呢去击败陈姓童 所以说啊 在女子双打比赛当中 胜大很可能会丢掉这一分 但是另外的三个女子当打比赛 很可能将会采用分层 田记赛马这一种比赛形式 顺莎呢出战第一女当 拿到关键一分 然后第二位呢派出合作家 去克制现在状态低迷的陈梦 第三位呢还是莎莎出战 让他去对战陈姓童 连续呢女当拿到三分 这样的话 胜大就有机会成功赌冠了 那么大家是否看好 胜大顺莎带队赌冠了 还是说 王曼玉 陈梦的这边 上东卢能战队赌冠了 欢迎做出米的点评 点关来的点点关注 给您转发 感谢大家支持 下期 下期